古代十个同性恋的皇帝 龙阳之好,断绣之痞,居然都是由这些人而来 如今,同性恋者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在古代封建社会里,也有同性恋的存在 而却有不少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也染上了同性恋的瘾 并与对方编织爱的故事流传至今 今天,瑞历史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古代十个同性恋的皇帝 一,为安黎王 魏安黎王,魏昭王之子,战国时期,魏国第六任国君 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43年在位 昭王去世后,安黎王即位 魏牵制孟长军田文,封帝公子吴继为信陵君 前273年,白起进攻魏国 孟长军田文举荐,王卯为主帅 白起在华阳大败魏军,王卯战败而逃 田文失事后,他的许多门客投奔魏武进门下 龙阳君是中国政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 是魏安黎王的男宠,像美女一样婉转媚人,得宠于魏王 后,宫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魏安黎王对于龙阳君的特宠也使得龙阳之痞也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二,陈倩和韩子高 韩子高家世韩威,侯景之乱时,寄居于建康,今江苏南京 侯景之乱平定后,与时任无星太守的陈文帝陈倩相遇 韩子高十年十六岁,尚书总角 他容貌美丽,看上去像美女一般,后侍奉陈倩 韩子高生性恭敬谨慎,尽心尽力地侍奉陈倩 陈倩性子极,韩子高总能领悟其意 陈倩十分宠幸他,不曾让他离开身边 三,诸厚赵和钱宁 郑德初年,钱宁因依附刘锦,得以鉴爱于诸厚赵 他个性狡猾,善于射箭,能左右开宫 他引荐月宫赃贤,回回人鱼,勇以及各个藩僧,以密系获得禁用 他请在禁宫内设报房和新的寺庙 自以为生计之乐,还引诱诸厚赵微服出行 诸厚赵在报房时,长醉枕着钱宁睡觉 百官等着上朝,到下午四五点还不见诸厚赵起来 暗中刺探钱宁,钱宁一来 则知道诸厚赵胜家将要出来了 四,刘仙和董贤 董贤性情柔和喜欢,逢迎汉哀帝 他会用产妹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汉哀帝每次给他休息日,他都不肯出去 常常在宫中服侍汉哀帝 汉哀帝认为董贤难以回家 于是,下诏,让董贤的妻子能够直接进到宫殿中 住在殿中董贤的住处,像长力的妻子能够住在官舍一样 又召来董贤的妹妹让他做了招仪 地位仅次于皇后,把他的住舍改名为交锋 来与皇后的交房相配 五,刘恒和邓通 邓通是刘恒的男处 他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套阿鱼奉承的本领 于是他拿出浑身解数,奉承吹捧 以取魅于汉文帝,时常能把文帝捧得云里雾里的 汉文帝从此更加宠爱他 时常跑到邓通家中跟他玩各种游戏 有一次,文帝叫一个看向的术士给邓通看向 像是直言不讳地对文帝说 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 文帝听后大不高兴 愤愤地对邓通说 朕要想让你赴有何难哉 说完集下的一道诏书 把蜀郡颜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 并允许他住钱 邓通从此赴可敌国 邓通个性温和 谨慎,不喜欢张扬 更不善于交际 文帝虽然几次赐他休假 但他还是不出去玩 于是文帝前后赏赐邓通十几次 累计有一万钱之多 邓通计蒙文帝宠爱 感激涕灵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 后来文帝死后 太子即位就是汉景帝 他一即位便把邓通革职 追夺铜山 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 可怜富于王侯的邓通 一旦落难 竟与乞丐一样 身无分文 最后竟应了那位相术的话 饿死劫头 六,刘傲和张放 张放是中国汉朝五帝时期 著名库吏张汤的玄孙 宣帝时期大司马张安氏的曾孙 傅张林,母精五公主 汉城帝所爱的第一个人是张放 此人身居侯绝父平侯 古代爵位的等级从高到第一次是 公侯博子男 侯牌第二位 由此可见张放地位的高贵 张放小的时候就是个美少年 而且聪明伶俐 少年疏离,性开明 刘傲对他喜欢得不得了 而他也对刘傲痴心一片 于是两人恋爱了 七,刘彻和韩燕 韩燕是韩王信的曾孙 汉武帝在做焦东王的时候 韩燕便和他一起学习书法 两人彼此间十分的友好 相爱 等到刘彻当上的太子 他就更加的亲近韩燕了 韩燕擅长骑马 射箭又善于谄媚 刘彻即位以后 想发兵讨伐匈奴 而韩燕事先学习 熟知了胡人的兵器和阵法 遇到五帝询问 他总是对答如流 由于这个缘故 他更加得宠 官职 高至深高负 赏赐的钱财和钱贷的 邓通大体相当 当时 韩燕京常和皇上同卧同情 历史上记载 刘邦的同性恋 对象名为吉儒 吉儒此人长得很美 本身没有多大的才能 他就是靠着县产门德 到刘邦的宠幸 公元前196年 梁王彤月在当地造反 刘邦对外称 自己生病了 就没有出战 由于情况紧急 樊快等诸位朝臣 就直接闯进了刘邦的寝宫 大为吃惊 看到刘邦正 躺在一个男子的身上睡着 这个男子就是吉儒 也始终也有记载 刘邦与吉儒的事情 吉儒经常在刘邦身边服侍 两人也会睡在一起 刘邦对他甚是宠爱 为了他还曾经有过 好几日不问朝政的事件 因为刘邦的原因 同性恋在他的后代中得以相传 刘邦建立的汉朝 有20多位流行皇帝中 竟然有10位都有男宠 有些皇帝还不止一个男宠 那时候的王朝 可能并不避讳同性恋 也许还是雅痞 就是有人有想法 也是不够说出来 弄不好就会有掉的危险 九 魏灵宫积元 弥子名侠 魏之必大夫也 弥子有宠于魏 魏国法 妾驾军车 罪悦 弥子之母病 其人有夜告知 弥子叫驾军车出 灵宫闻而闲之曰 孝在 魏母之故犯悦罪 一日 与灵宫由于果园 石桃而干 以其于先灵宫 灵宫曰 爱我忘其口味 以旦寡人 及弥子 侠色衰而爱吃 得罪于君 君曰 是长叫驾无车 又常使我已于逃者 十 前秦室祖宣昭皇帝 福坚 福坚灭前焉 慕容冲的姐姐清和公主 十四岁 有美色 福坚便拿她为妃 在后宫中最受宠爱 慕容冲十二岁 亦有龙羊一样的姿帽 福坚又宠幸她 姐弟独占宠爱 其他的宫女全都失宠 长安儿歌唱道 一词富一雄 双妃入子宫 人们都担心成为祸乱 王蒙肯切劝剑 福坚就把慕容冲送出宫 长安又有民谣说 凤凰凤凰停在阿旁 福坚认为凤凰不是梧桐不栖息 不是竹子的子氏不吃 就在阿旁城种植梧桐 竹子数十万株等待凤凰 慕容冲的小名叫凤凰 到慕容冲占据阿旁城之时 终于成为了福坚的祸害 史上还记载着 有很多皇帝有同性恋偏爱 汉代不仅是同性恋皇帝最多的王朝 也是乱伦比较荒唐的一个王朝 据说在江都王刘妃 还在世时 刘剑就与父亲的美妾思通 刘妃死后 还在扶桑期间 刘剑就与父王遗留下来的 十多个机械集体乱来 他的亲妹妹刘芷晨 回家为父王守孝 也被办了 还有子娶父妃 近亲结婚等等 还有很多 历史上同性恋皇帝不少 但那多是双性恋 真正的同性恋皇帝 时是凤毛麟角 而汉哀帝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 他对美女不感兴趣 却对美男董贤一往情深 甚至留下了断绣之痞的千古 佳话 同性恋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在传统文化中 同性恋被视为道德败坏和恶行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现代 直到21世纪 才开始慢慢地得到认可和接受 对于皇帝这样的历史人物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同性恋倾向呢 在当时的背景下 民宗的行为肯定是违反了许多道德和文化规范的 然而 我们也不能把他的兴趣向当作他评定为一个好皇帝的标准 民宗的文学才华 政治和经济才能 在唐朝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性恋不应该成为评价一个人的成就 贡献和遗产的根据 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都在不断改变和演变 随着社会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应该试图摆脱歧视和偏见 尊重每个人的性取向和选择 作为同性恋者 民宗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他的行为只是与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同而已 因此 我们应该把皇帝看作是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并肯定他所有的成就和贡献 在最后 我们应该谨记一个道理 性向不代表文化 性向不代表成就 性向不代表品质 人民应该被评价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贡献 而不是他们的性别或性取向 如果我们一样去追求自己生命的真谛 尊重别人的选择 也许我们所在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